9月是普丁最后通牒的决断时刻 他下令要把乌军驱逐出境 但他时间不多了 居然连最精锐的隐形战机苏凯57 通通都梭哈了 今天就传出了 原来苏凯57已经针对乌克兰目标进行超过40次的空袭 就来看到 北约提供原火打击武器对普丁造成多大的压力 而且北约完全不甩普丁的通牒 反而加大力道武装乌克兰 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 既波兰之外 罗马尼亚也成为抵挡普丁扩张另一个铁拳 不但加大力道购买F35 连B-52都降落在这个地方 打造欧洲的最大基地 会给普丁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要开始了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 美国对乌克兰整体的政策会不会有所改变 结果美国这个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拜登现在剩下 加近四个月左右的任期 但是接下来拜登会致力去强化乌克兰 整体的这样一个防卫跟安全的一个情况 而且还说什么你知道 尽可能会让乌克兰处于能够获胜的最佳状态 这个传递的什么讯息 两件事第一个 你不要有我四个月 我拜登垃圾时间 什么都不能解决 可以的 我要确保乌克兰能获胜 第二个讯息就是 你拿什么让他获胜 是不是让普丁最忌惮的远程猿火打击武器呢 现在对美国媒体来说 他释放的讯息叫做 拜登将会全力去挺乌克兰 但问题是你不能嘴巴讲而已 美国在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传出来讲说F16会提供到 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去你知道吗 最明显的就是 普丁感觉上最近行程 有因为这样而改变 他之前土耳其总统多次邀约普丁 但是现在普丁说 他已经拒绝了 从空中交通的这个可能性 他在怕什么 就被人家讲说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西方援助乌克兰F16 那很有可能会什么 你知道因为F16整体的战斗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会不会他担心说 我如果走这个空中交通的话 因此被F16 就锁定反而把他给击落 我连命都不保会不会啊 但是你不要小看普丁 为什么 普丁在这段时间很多人觉得说 俄罗斯你是吃鳖 但是我跟你讲 普丁如果要凶起来 可能连他自己人都会怕 因为在这段时间 你知道普丁他扬言说 他要攻击 你如果有提供给乌克兰远程飞弹的这些国家 他说你这些北约国家 你给我小心一点 因为如果你真的敢给乌克兰 我就要攻击你 甚至你可以看得到 之前在黑海居然有一艘货轮 被那个炸了你知道吗 那是呢 俄军的这个土耳M的轰炸机啊 居然针对这个所谓的 黑海上面的这个货轮啊 进行这个攻击 结果后来发现到说 你以为他打的是乌克兰的船只吗 没有哦 这个商船的国机居然是土耳其耶 对对 土耳其不是 最亲俄的北约的盟友吗 所以我刚才讲啊 如果普丁要凶横起来 可能连他自己人都会怕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他会不会开始进行的 所谓的无差别的攻击啊 那这种攻击也有可能让所谓的俄乌战争 接下来面临到再度升级 或者是呢 局势扩大的一个场面啊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对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哦 事实上他也把他这个手上 所拥有的这个武器哦 发挥到淋漓尽致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乌克兰军队的这个战机啊 居然把这个所谓的 GBU-39的这个滑翔炸弹啊 对着 比较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就是在库斯克的这个地方哦 那结果他你看旁边其实都还有其他的这个建筑物哦 没想到乌克兰这个战机啊 居然透过这个所谓的滑翔炸弹的方式 精准的穿过俄罗斯占领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顶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我们以前早期啊 在看那个投资炸弹的时候 你那个投资手啊 要把很多的这个 这个天后的因素啊 角度啊 飞行的速度全部都计算上去 但是他可以做到如此精准的这样的攻击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他们在整个科技的这个运用上面 这运用在正常的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那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乌克兰战机在这段时间里面 开始对库斯克这些地方呢 进行这个所谓猛烈的攻击 其实也源自于俄罗斯啊 俄罗斯在最近啊 经常在晚上的时候啊 就针对乌克兰的领土啊 去发射无人机 甚至伊斯坎德尔飞弹啊 他都在拿来攻击 结果呢就有媒体报导说啊 事实上在9月15号的时候 俄罗斯就针对乌国的领土啊 发射了14架的这个所谓攻击无人机 还有两枚的伊斯坎德尔的这个飞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到目前这个库斯克这个地方啊 已经成为啊 俄乌之间啊 这个两军交战最激烈的一个前线 所以刚开场 为什么我连说了两次 千万不要对普丁的最后通牒 置若罔闻 你现在看到人均一开场 告诉大家这几个现场 都似乎在一种铺牌 铺牌什么 下一场更大规模的 相互毁灭式 升级式的战争 为什么 居然连苏凯57 隐形战机最精密的这个战机 居然都传出 它有好几次 执行对乌克兰的轰炸任务啊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这是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啊 叫做苏57战机 它是呢 单做双发动机的一个状态 可是呢 在过去一段时间啊 因为它被视之为 叫做俄罗斯非常精烈的 第五代的这个战机 所以呢 对于要不要投入战场的这件事情啊 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那早期有说法是说呢 这个普丁把少量的苏57战机呢 部署在所谓的俄乌战场之中 所以呢 曾经过去有讯息是讲说 它有六架的苏57呢 已经在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啊 俄乌战争之间的前线来进行服役 不过你知道吗 早前曾经有过一个报导讲说啊 乌克兰方面 击落了一架苏57的这个战机啊 但是也有说呢 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去攻击啊 所谓的俄罗斯的空军基地的时候 那一架苏57是停放在跑道上面 被你给轰炸了 但是俄罗斯对于这个讯息啊 其实通常都不予证实 可是最近传出来讲说 事实上苏57啊 它已经真正进入到 所谓的俄乌战场里面 而且对于乌克兰啊 已经空袭将近40次左右 甚至呢 发射超过30枚的这个巡弋飞弹 还有KH-69的逆中巡弋飞弹啊 那这个讯息当然一浮出来的时候 一浮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看到对俄罗斯来讲 你把最精略的第五代战机 都已经部署到这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你对战场掌握的状况 你重新有一些的调整 甚至对于未来俄乌战争的 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攻击 或者是防御的形式 你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改变了 另外一个解释是 这个改变的背后 是不是已经弹尽圆绝 连前线一线二线 所有前面可以打的战机能飞的 难道都已经用完了 非得压箱堡要出动了吗 所以你就看到 这是为什么一开场我们说 北约尽管俄罗斯一再的普丁 最后通牒 北约充尔不为人 而且加大力道 今天我觉得最震撼的是 这一则新闻 你不要看是直升机 它居然把一款可以直接远程 打到莫斯科红厂的远程 精准打鞋飞弹 挂载到它上面去了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叫做H1Z的 这个所谓的攻击直升机 它们本身的型号叫做Viper 我们称之为叫做毒蛇 那当然在海外有人把它称之为 叫做癸蛇直升机 那这个其实是原先 2023年初的时候 美国当时因为斯洛伐克这个国家 想要跟这个美国 想说你有这个所谓的先进的攻击直升机 你是不是卖给我 所以当时美国国防部呢 是已经核准将12架的H1Z的 这个攻击直升机要卖给斯洛伐克 结果现在传出来讲说斯洛伐克当局 因为他们政权上面的这个调整 他们现在改思考说 我买攻击直升机好像没什么用 那你是不是可以卖给我别的东西 比如说卖F16啊 或其他这个对我来讲 我需要这个武器 那据说美国防部对这件事情 是有一些抱怨的 你知道他觉得你当时 跟我军购提的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有危机居然变成转机 转机可以变成商机啊 转机变商机为什么 现在乌克兰发现到说 原来你有12架这个AH1Z的攻击直升机 你是已经这个货已经出来了 贴我 你不买 贴我 贴我 你知道吗 而且呢既然你美国现在是被 看起来是被弃单的样子 他说那这样子好了 你卖给我的价格是不是也可以便宜一点 据说呢他就卖给这个 所谓的乌克兰要出的价钱 跟这个所谓原来斯洛伐克 所提出的这个价钱 相差不到他原本的三分之一这样 那我问你 这个毒蛇直升机 如果真的交付给乌克兰 他未来会在恶物战场怎么发挥功效 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直升机类 其实都是在本土里这个领土里面 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攻击啊 或者是防御 那甚至呢对于所谓的离岛的部分 如果你是短距离的部分 那直升机也可以派上用 它没办法做大幅度的这个 渡海的这个攻击 可是现在传出来说说 美军试图啊 也要把这个更先进的这些飞弹类啊 装到所谓的H1Z的这样一个直升机上面 因为最大的差别是我如果在本土里面进行防御的时候 那我可能需要的射程或什么 其实都不会太长啊 比如说它可能5到8公里左右 可是呢以AIM-120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飞弹来讲 它其实具备160公里的射程 那如果它今天真的把这个原先空军使用的AIM-120啊 把它装到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陆战用的这个直升机上面去的时候 那它代表什么你知道 它会变成啊 他们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里面 射程最长的一个武器 那如果今天把它交付到比如说像乌克兰战场里面 它如果真的拿得到是 代表的是乌克兰啊它拥有这个直升机之后 它可以在本土的境内对于境外就发动攻击 而且呢它其实打完了之后人就可以离开了 也降低了它这个增加它在战场上面的这样一个存活率啊 那你可能会想到是AIM-120挂载在这个毒蛇直升机 才160公里的射程怎么打得到红场 还没有完可怕的是这一款啊 这些东西其实都源自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啊 他们其实在过去这个建军备战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觉得说你陆战队啊 今天这个定位的东西啊 这个军队的定位啊 老实讲没有海空军的这么重要 所以过去以它那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讲啊 他们都是想尽办法去节约他们所需要使用的装备 但是呢因为美国整个战略上面的调整啊 包含它的海军陆战队 现在要富有机动打击跟快速部署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不只是说想要把这个AIM-120啊 装到直升机上面 现在连什么你知道吗 它现在也希望能够让它具有更远程的攻击的能力 居然想说啊 他们要把这个所谓的远程攻击飞弹 它那个打到278公里以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说我要让你这个H1Z的这个攻击直升机 也可以配备这样一个飞弹啊 那这个配备飞弹向来之后 它不只可以对于陆地或海面上的目标 甚至呢它也可以什么 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 意思是呢我以前啊 大家觉得说我这只能可能只能针对啊 速度很慢 或者是固定在某一个地点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沿体进行攻击 现在没有你快速移动的这个车辆啊 或这些东西也成为它能够攻击的目标啊 所以你看278公里 交到泽伦斯基的手上 不就图图好吗 我要打莫斯科够用 换句话说 现在的俄乌战场 现在的乌克兰变成了美军最新研发武器的练兵场啊 事实上每一项新型武器啊 它真正要能够获得验证 还有它的时效就是要在战场上面发挥嘛 所以现在美国愿不愿意松开这一次这个枷锁 让乌克兰军队拥有这一个 事实上我跟你讲 全世界在高度关注 更何况是所谓的俄罗斯啊 结果你知道吗 北约经委主席啊 他最近的他也发表言论 他说他支持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去打击俄罗斯啊 你记得美国在之前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既定的政策里面啊 其实都是反对乌克兰去攻打莫斯科啊 他会去封印泽伦斯基的拳脚哦 但是现在北约的这个军委主席啊 他居然讲说 每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 他都有权利保卫自己啊 而且这项防卫的权利不能只限于说 我自己的领土受到攻击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领土里面来进行 他说呢 所以要不仅限于自己国家的这个边界 是不是代表的呢 就是说 如果今天北约全力去支持乌克兰的话 乌克兰很有可能对于俄罗斯的攻击 会再更进一步哦 那这当然要看到说 北约国家或其他这个西方国家 给了他些什么 你记得在俄乌战场一开始的时候 英国不是援助了 L119的这个榴弹炮吗 当时呢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是 乌克兰军队啊就大量使用这个榴弹炮 去攻击这个所谓的 这个库斯克这个地方 你帮我们科普一下 这一款榴弹炮的杀伤力有多强 好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本身来讲 他的精度是非常非常强的 号称有90%的精准度 那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知道我只要瞄准完了之后 我就能够做到精准打击 而且以L119这个榴弹炮来讲 他本身攻击的这个威力 事实上也是蛮强大的 所以当他如果大幅度使用到这战场上面去的时候 对于乌克兰的陆军的这个打击能力 当然它会增加非常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因为这一款L119榴弹炮 它是英国的这样一个系统 但是英国的这个所谓的备宜公司 之前就已经授权乌克兰说 我们军员给你要从我这边装好的时候 把东西再给你 现在不用了 我在乌克兰就设厂你知道吗 那我可以让你设厂去生产 这个所谓的腰动五公里的 口径的L119的这个榴弹炮 所以如果他今天在乌克兰本土生产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我在这里后勤补给保养维修都没有问题了 而且如果他要研发更火力强大的火炮的话 打更远的 那我只要把这个弹药给换过之后 变成通用性的弹药 可能对于乌克兰的军队来讲 他无疑是把他的拳头可以伸得更远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